我来自美丽的吉林长春 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二胡表演本科专业 生活当中我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 热情奔放的女孩 在我身边的每一位好朋友 都足以被我的热情所感染 我喜欢舞蹈 喜欢钢琴 喜欢鼓针 更喜欢三两知己 一起结伴 出游旅行 现在的我主要是从事自媒体行业 我认为在当年这个社会 网络发展非常的迅速 而我也不应该仅仅止步于此 所以非你莫属 我来了 今天我的求职意向是艺术策划 谢谢 好 欢迎你 瑞聪 来 说一下 吉林艺术学院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二胡表演本科专业 二胡表演 对 这个我还挺有兴趣的 当时怎么想得选二胡 很巧合吧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一生当中 都会有一个 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偶像 而我的偶像只有一个 谢谢 就是刘德华 大卫老师 你谢什么呢 没有 我还是谢谢他今天能在这说出他的偶像是谁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伤害性不大 污辱性技巧 你继续说吧 刘德华 反正输给刘德华我也不丢人 因为为什么我能学习二胡 还是父母特别喜欢这个乐器 当时就极力说服我 但是我不同意 因为我特别特别地喜欢舞蹈 从小就很喜欢 后来我妈就抓到我这个喜欢明星的这个特质了 很巧合他了解到刘德华 就是我的老师的学生 刘德华是你二胡老师的学生 刘德华确实二胡拉得不错 早些年的时候 刘德华他是来到吉林长春 拜我老师为师 我当时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说那我学 巧妙地用了一个 借用了所谓的名人效应 明星光环 然后把你成功地引导到二胡专业 我觉得这也是偶像带给我的一个推动力 那你回头来看 你觉得现在回头想想 敢不敢谢父母当时为你做出的这个决定 给你设计的这次见面 我还是很感谢我的父母的 为什么呢 没有父母也没有我的今天 因为后来借助了二胡 我也有了自己很多的一个事业上的一个发展 在大学的这四年里 我自己成立了吉林省首支女子西民乐坊 这个是我很骄傲的一点 你们这个组合叫什么名字 我们的组合叫花儿乐团 花儿乐团 对 我们是大概五六个女孩 都像花儿一样的感觉 都有什么乐器 古针 二胡 杨琴 竹笛 琵琶 柳琴 钟软 等等 那你们组成这个组合以后出去演出了吗 我一年的演出大概能够达到五百场左右 你们现在这组合还保持着吗 还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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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收益怎么样 收益的话还是不错的 我除了做演出之外 还教课 舞蹈 鼓针 二胡 这些我都教 你自己本人教 对 我本人教 你成立了工作室 还是这样的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吧 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做的怎么样 培训机构做的还可以 那你今天来非几莫属 为什么想找一份艺术策划的岗位呢 因为 我一直都是在做这个组合 做团队 然后做这个团队里的引导性的人物 所以 我觉得我不应该止步于此 在这个后来 网络开始越来越发展了 我已经做了有五年的主播了 还做网络主播 对 是带货吗 我不带货 不带货 我的宗旨就是要把民族乐器 传扬出去 好 而且我想发展新的 民族乐器的方式 而不是一味地很古典地 坐在那里拉二胡 教学式的那种 那要如果企业家 给你提供一个岗位 但是呢 是让你带货 你会接受吗 我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也就是说不仅仅局限于艺术策划 对 说你主播这段经历 做的最好的状态 怎么样 粉丝量加起来现在不到五十万吧 不错 那可以啊 你今天来到菲尼莫署 有什么异象企业吗 杜子健老师 就大胆方说他又不是狼 他又不会吃了你 见解传媒对吧 对 你有异象薪酬的标准吗 是两万 两万 对 20K 然后期望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最好在北京 最好在北京 那盈盈 我倒想 我倒想问一下 如果你的异象是来北京的话 那你这个组合不就散了吗 那就单飞了呗 我可以在北京 再成立这样一个组合 叶老师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对你来说 可能是多了一个选择 对他们来说 可能失去了一个机会 少了一个灵魂人物 对 你是主星骨 我倒是希望 刚才我没等到 我倒是希望你刚才说 我可以把他们打包一起带来 我到哪里 我觉得他们都跟我一样优秀 这样一句话 我听到了 就听到了想要的东西 就问你家 可以单飞啊 这一块是减分了 但杜老师 我跟你认不是一样的认为 我反而认为 他的职业度会很高 比如他到北京 他可以复制同样的乐团 他没有必要对所有人负责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 他现在乐团的这种能力 到了北京 或许就未必适合北京 你讲他是职场团队 是的 他这个是事业团 他不属于职场团队 因为那一般人 是他拉起来的 拉队伍的人 但是他就有责任和义务 你要一直对他们负责吗 可以提前告知他们 这是可以的 我要上节目 可能也要在节目里 去达成一个新的机会 其实我想问的是 你现在在组合当中 承担哪些方面的工作 你的离开会不会对组合的继续存在 构成比较大的影响 我主要在组合里面 现在就是二虎 二虎领奏的位置 就是我们所说的C位 除了演出之外 日常都是你来打理吗 对 弹 恰弹 对 接恰 然后安排演出 对 都是你在哪里 对 然后有人 那就意味着你一走就上了 就这样 就所有的文件 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你们是不是一个公司 我们是自发的一个组织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想要签约我们 但是我们都没有做 因为我们的团队不光光 就不仅仅只是说 每天只是这样的演出 他们额外也有自己的工作 也有教学 然后就这些 都是大家有本职工作 这个算是你们兼职 凑在一起 不会对他们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其实企业家就问 如果给到你岗位 你到了北京 你能舍掉你吉林长春的那些吗 组合和你的培训机构 我可以 可以 我可以 好 这他其实挺理性的 我觉得这种人在职场 和自己未来的这种规划当中 我觉得尤其是在艺术生当中 你的理性其实是 还是比较出众的 我觉得这一点 你要保持下去挺好的 别听他那个老头说的事 来 第一环节到这里 请我们的企业家 根据我们的求职者 孙瑞聪 刚才的表现 综合判断 做出选择 好 还剩下六盏灯 接下来进入到孙瑞聪 今天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好期待啊 是吧 二胡 我还挺 个人还挺喜欢的 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你 好的 有请我们的求职者 带来一段精彩的 二胡演奏 第二环节奏 第二环节奏 It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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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 他特别聪明 他的创新意识很强 他第一 他有专业性 但是在专业之外 他会去延展他的创造力 同时他的学习力还很好 就是他从舞蹈转到二胡 他是一直保持学习的素养 所以才有了后面那些结果 我觉得如果他回到职场 你清楚地知道你的定位 你把你这三项特制再发挥的话 也会做得特别棒 其实我倒在他这个表演完二胡演奏以后 稍微又有一些纠结 我不知道刘登的企业家们 接下来怎么提供这个岗位 他现在这情况 因为其实我可能相对比较了解 因为我们是做活动 天下活动的 就是事实上我要先说 他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 其实是在这个演艺经济这个行业 那么对于我们这种活动公司呢 我们很少会自己在公司 安排一个演艺经济 一般我们是有这个工营商 由他们去临时找这个演员出团体 据我所知 除了我们这些体制内的演出机构之外 其实体制外很少有人 是以这种就是公司的形式 长期地和演员做活作的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 以他过去的这个经验 进入到说活动公司 可能他的这个匹配度不是特别高 好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他在北京留下来的话 未来我们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 就是你做这个主播也好 或者是演奏者也好 可能非常优秀 那么今天应聘的岗位是艺术策划 我们有很多在线的这个服务者 比如说从千里条长全国各地 从农村来的阿姨们 进到城市里边 他其实面对很多压力 你给他们能够去传播美的声音 那么这些都是通过在线来的 那么如果你加入我们公司 做这种的在线的艺术欣赏的策划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就是说啊 我想插一句啊 我觉得你那个观点过时了 不是 怎么用一些普通的 你是普通的一些艺术形式 拿来可以促销 不是 这种高压的艺术形式 怎么用拿来促销呢 不是促销 不是促销 就是未来创造一个新的形式 我们以前只是在这个剧场里边 欣赏这样美的声音 那么千千万万 从全国各地来的保姆阿姨 她其实在进入家庭这个工作角色上 其实遇到了很多的压力 不 东哥 稍等啊 周伟爷你在乐什么 东哥 您自己讲的时候不觉得可乐吗 我不是 我都实在忍不住了 不是不是 你说你请她过去 给千千万万个从农村上来的保姆阿姨 然后拉断二拳音乐 让他们怀念家乡 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笑在意什么地方呢 其实他们 我们找了很多的心理舒缓的音乐 让他们在睡觉 就比如说休息的时候 晚上休息的时候 晚上休息的时候去听一些 我们治疗心理问题的音乐 那有西满了 这样吧 这样吧 来 听我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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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叔 你给个大概其能让我们理解的岗位 对啊 这不需要 他就请一个人了 音乐疗愈师 对对对 石头哥说得很微的 音乐疗愈的策划 非常疗愈 音乐疗愈师 这事有什么可策划的 满网都是现成的音乐 这些阿姨们 我就把话搁到这儿 他们并不需要一个 直播版的东西给到他 才能够疗愈他 你直接下载东西 就能够完成这个工作 东叔 如果你给的这个岗 大家确实是这个反应的话 我觉得咱就不必要 再再说下去了 确实 观众们也会觉得 稍微有一些奇怪 我们其实一直在探寻一个新的岗位 叫做家庭心理疗愈的治疗师的岗位 那么我看到这个女孩呢 她的音乐能够打动人 能够感染人 我就想 这个人如果到了工作的现场 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建立一个轻松的 沟通的范围 那么这个岗位呢 可能是个新型的岗位 在传统的岗位上没有 那么在很多的企业里面 越来越多的企业 愿意给那些跨界的人才 提供新的工作机会的可能 这就是我的初衷 东叔 你的东叔在 《非女慕斯》舞台上八年来 从来没犯过今天这么样的错误 哈哈哈哈 因为那一曲把它拉到我们了 所以这一块因人色感 它是唯一一次犯那么错误 其实我觉得这个舞台 只有我跟杜老师 也就是说你非常有活气 他非常喜欢你 不管你再来做什么 他就喜欢你 真正爱意 我知道你其实到北京来 就是想换一个新的空间和舞台吧 对吧 而不是谋生这件事 刚才有 你其实今天那个岗位 甭管有没有适配 你有一个产品在身上 那个产品的叫场景 实际上大家也不要攻击段叔 段叔其实要考虑的是说 人或场际 它是成为一个场景 那些人会有一个更好的 心里的开心感与交流感 这个部分是可以用你的音乐流 来去做出新的产品的 互联网公司会 不断地会跟你去合作的 所以你不如把你的这个 在北京再搭一个班底 但是用新的方式运营它 好吧 来吧 接下来企业家们 综合我们求职者的表现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非常好 恭喜你 成功进入到你的最后一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来 有请我们的五位企业家 来 我们先从杜子健这边开始 杜老师 我的地址在上海 我的公司叫进行传媒 然后我觉得你现在有两个优点 一 你是可以 已经是一个专业的主播了 但不是一个带户的专业主播 秀场主播你没问题了 但是你在秀场里 这个主播的经验 可以做一个好的主播主管 把你订的产品是 服装和化妆品这两个 然后呢底型是一万 其中有两个提成 一 主管提成 二 你自己的销售提成 好 关东 道家集团给你的岗位是 艺术策划 在工作地点在北京 其实我给你的岗位 这是个挑战 如果来了以后呢 有面临的挑战是说 面对这样的一群劳动者 你应该给他们提供 什么样的营养 那么能发挥的是 你的专业 你的策划能力 你的市场的活动能力 但是呢具体做什么 需要你来了以后 才能真正地因你而涉岗 好 看来段东 还真的是对你充满希望 来 韩一 好 泰坦给你的职位 是品牌商务经理 薪资是一万五家 泰坦今年要在 一百个城市做会议 我们是科技型公司 我们是做数字超市的 我一直在想 泰坦缺一个什么东西 能让这些科技的展示 不要那么干 我在你身上找到了 就是缺点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 你很适合 小叶 营朗文化能给的职位 是项目执行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 公关活动公司 就是线下的活动 那我们服务 世界五百强的企业 但是呢 因为你只有表演的经验 可能没有活动执行的经验 所以呢我们只能从 这个相对基础的岗位 给到你 亲您给你的是一个 亲您的娱乐主播 必须每天播多少时间 这个有要求 然后播出地点 我们前期肯定是到成都 因为成都我们好管控 好 谢谢老师 瑞聪 灭掉三盏灯 考虑一下 考虑好了 就出发吧 对不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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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树鹤 段东和杜子健 进入到最后的PK当中 我们先从杜子健老师这边开始 来 杜老师 主播主管 我会给你一个团队 主播那一块的整个业绩 就像你带你的这个刚才的这个乐队一样 你来负责他们的这个预言管理 就是工作地点 我一定要去上海是吗 而且要住在上海 好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段东这边 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 其实是希望你能够 这是个新社的职位 我们希望给劳动者传递美的声音 让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愉悦 可能你要一人多个角色 有主播 有策划 有组织在线的直播各个角色 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到您的公司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这个岗位呢是新社的岗位 那么为什么把你放在市场部呢 我们现在呢也签了一些FCN的这个 所谓的网红 是希望他能给我们的这个到家服务 提供更多的知识 还有在线的营销的手段 所以呢你如果能够 一方面做好这个艺术策划的工作 同时呢还能管理他们 可能是你未来做活动营销 或者市场营销 这样决策的一个好的出发点 好 孙世聪 接下来呢你要做出选择了 在道家集团和见解传媒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一并拒绝 谢谢 再见 考虑开始 所以你的考虑和选择是 我选择放弃 这个选择我们想可能得问一下 我们的求职者了 我觉得段老师那边 我不是很明确 就是对于我的这个发展方向和位置 我觉得可能有点杂 对于我来说 它是一个新的 像老师说的 是一个新的一个岗位 一个位置 杜老师那边呢 杜老师这边我觉得 可能离我的要求还差一点 你的意向薪酬是两万 对 希望薪酬是两万 你算不出来吗 你这个 以你作为主播的一个专业度 它那里面的提成很高的 解释不解释 解释就是也是 好吧 既然求职者有了他的选择 我们也尊重他这样的选择 也希望你今后能够 我们能够在更多的演出场合当中 能够看到你精彩的表演 谢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谢谢大德哥哥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